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议员就批评说 这给人走路工的联想 马总统一号到新北市中和参加选手队环保志工纪领长授旗典礼 一两万人的场面 民众抢着握手还比出马英九的竞选号刺 有着浓浓选举味 但现在传出参加民众可以拿到一张百元超商礼券引发花公堂助选的质疑 里长有广播啦 说林长寻手队环保志工一定要参加 那再来就里面要参加也可以啦 每个人都可以领到一百块的这个钱 就是这张啦 这个算不算走路工 这个算不算汇险 新委员政府核定补助区公所一百万元 然后其他的经费由区公所有业务费符合法定预算 符合法定预算科目向下予以致应 那物餐费的发放并不是在场所有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现场所有的民众接近两万人 那我们实际上发放的数字大概在一万三千人左右啦 实际太敏感 公所赶紧先澄清一百五十万元的经费来源 还强调发的是物餐费 而且不是在场的 人人都有 得是名列造册的巡守队环保志工和领长 有出席才能领一共一万三千多人 而受到争议的不只是经费问题 出席的蓝营立委候选人林德福更是把号刺就穿在身上 而活动的背景音乐还被指控 曾响起马无竞选主题曲 我们整个过程并没有去支持 或者是支持说特定候选人 那因为他们的候选人那个号刺是缝在背心上 因为现场其实温度也只有大概10度 11度左右 现场把这个号码撕下来 这个实际上也有困难 选举将近屈公所办的地区性活动 发理券还请来马总统被邀上台的 也只看见蓝营双合地区的立委候选人林德福和张庆忠 若人口实引发行政不中立 拿公坛帮南营造势的质疑 原因新闻综合不道 南台湾客运公司在元旦有16日